2016动员港多的爱帮baby找个家 今年我们选择西恩之家 就是要来帮他们募集物资 空中放送募集物资资讯 广播公司的同仁更率先响应 目标就是要帮忙安置机构西恩之家 一群外国人 他们非常关心零岁到两岁的小朋友 他们那边的小朋友 真的好像一个家庭里面 来到西恩之家 那幼儿一看到执行长就先要抱抱 加拿大籍的Holy是个幼教硕士 13年前就来台教书 但7年前他发现有许多幼儿无法安置 于是辞去教职开办西恩之家 目前共安置14个幼儿 他不只给孩子爱 甚至希望帮他们找到完整的家 这里不是永远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可以给他们爱 我也觉得台湾人给我们爱 我们可以爱baby 最后要给他们家庭 通过广播传播爱的故事 西恩之家也渴望帮助更多的无一幼儿 大爱新闻 陈一任陈立委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